香港本地足球專區 香港本地足球專區 我是譚樂軒 我是譚樂軒 讓譚樂希接受訪問 Hello 你好 你好 那為什麼叫他年輕人 其實年輕人的名字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年紀是最小的一個 我跟陳Sir和李Sir帶的球隊去撕城會比賽 當時最大的年紀是88年 因為我91年 有一次練球我被一個後衛鏟掉了 整個飛起了 然後他們就說 對 給我一些教訓給一些年輕人 叫我做年輕人 但是你現在開始不是年輕人 那些人都是這樣叫你呢 其實我自己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有些年紀比我年輕的人 可能他想叫我年輕人 所以我們都叫你做年輕人 其實我也挺受這套漫畫的影響 因為小時候沒有工作 他做的就是看足球小將 不斷看完重複又看 看完重複又看 那小時候的夢想好像大智慧那樣 我打算是否想像他這樣做一個 小時候已經立志做職業足球員 是呀 小時候我打算做職業足球員 希望踢香港隊 完全是想跟著他這樣做 就是家裡的擺設所有東西全部都是足球 然後吃飯又踢著球 他變成去廁所又踢著球 但是他是個名據說足球的朋友 那你是不是要當足球的朋友 以前小時候是呀 比較天真的 就是以為足球好像想說話 想跟我說話 可能小時候比賽試了 我跟足球說你讓我入球吧 現在大鼓咒就沒有了 那時候學校和萬聯足球學校合作 可能學校就想推薦我去試 在那些拳頭、射球、滴球、大球的 個人比賽上獲得最高分 真的很幸運可以去到像個體驗 去到那裡是練球還是看球 去到那裡其實有一個 又是一個個人比賽的環節 又是做一些基本技術的東西 他就會帶你去參觀一下 萬聯裡面的設施 還有看看他們一隊的練球 見到他們練球 見到斯朗和尼奧菲迪南 很深刻 因為那時候覺得他們原來真的這麼高大 發問我沒想到 一個這麼厲害、這麼有名的球星 竟然站在我眼前面 在我前面踢球 我覺得整件事都挺神奇的 即是有沒有機會跟他一起踢的? 沒有的沒有的 但是你很近的可能 現在就是我跟你這樣有距離 見到他拿著球的站 我就這樣站著看著 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沒什麼自信的人 那我去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進步 小時候進步的最快 可能就是去完萬聯之後回來 之後踢零九那段時間 因為自信心大了 可能我到球場想做的事就放膽做了出來 其實我現在已經變了很多了 比我之前 我以前其實不是很敢跟別人說話 不是很…不夠主動 那個人 但是踢足球就要是表現自己 表現自己 會不會覺得有點難和和你的性格 其實是的 因為你如果你要做球星的話 你一定要很有自信 走出來 要告訴別人 我是最好的那個 如果相反我覺得我自己的性格不是這樣的 可能我覺得我的角色就是做一個配合 就是我會令到我自己的隊友會很舒服 我…是的 我會做 最好的感情是葉鴻輝 白榮澤 黃俊浩 以前的葉鴻輝是怎樣的 都是比較… 一來到球場就很忙 都真的忙我 就是比較… 有一個很重的執著 對著足球 是的 練球很認真 所有事情都要求自己做得最好 以前都是這樣的 其實 我看他可能他現在反而… 可能成熟了 他以前可能… 在球上脾氣很大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 他懂得… 控制了自己的情緒 可能有時候表現會更加… 令到他自己更加好 有時候可能會被情緒影響到 因為有人在比賽上 你怎樣形容李Sir這個教練 李Sir這個教練 就是… 對足球有一種很特別的執著 可能… 在球場上面… 其實永遠都是他對的 他應該都不會錯的 就是要我接觸他 那麼… 還有… 之前就是他跟陳Sir 陳曉明這樣教我 其實… 我覺得他們兩個… 那個性格都… 挺相似的 那麼… 在這兩個… 教練底下 那又變得… 呃… 即… 每個人都會很… 很害怕 在球場上面 那麼… 反而可能就會更加認真練球 我最深刻就是… 我想… 每個人跟過去都知道的 就是… 你要踢球的 先要愛上跑步 你自己認同嗎? 呃… 我都很認同的 始終一場比賽 你有九十分鐘 如果你只有四十五分鐘力氣 那你贏了… 你半場贏多少 你下半場也會輸多少 如果你不夠力氣 那所以你最重要就是… 跑得先 不過以前青年軍 每次練完球 看到他拿著飛碟 會設一些穿梭跑 已經開始害怕了 已經想定一會怎麼辦 但是… 真的有用的 是… 影響到我最重要 我想是… 上到職業之後 接觸了職業足球之後 先明白到他所說的東西是… 以前… 就是青年軍的心態 可能是覺得… 我為何要… 被你罵… 被你… 被你… 對… 被你罵… 那… 但上到職業足球 是… 就是明白到他以前所說的東西是… 來到職業足球 就是… 其他人不會理你 那… 謝會顧自己的 你好就… 好… 不好你就… 被人踢出這一行 那你是要自己爭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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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你最深刻的是什麼事? 那一定是銀牌決賽 我們打小兩個的情況下 可以反勝到藍華 贏到冠軍 三比三的球都是你入球 是啊 有點幸運 可以入球 我自己也猜不到 真的是第一次可以走上去 頒獎台獲得銀牌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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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常說的 有錢也買不到 這種感覺 很難形容 就是 你踢球 為了你拿冠軍 希望自己可以 舉著獎盃那一刻 那一刻的感覺是很深刻 很難忘 當時公園散班 我相信應該是否會找你 那為什麼會選完元朗? 為什麼會選完元朗?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鳳Sir找我 那時候 我之前 鳳Sir有教過我 在華家保 千年軍 那時候 那 因為我在奧迪 我沒有什麼出場機會 那我覺得 如果 我再不踢的話 那我就可能 會被人 踢出這個球圈 那我想要一個 出場機會 那我覺得 鳳Sir 也是一個 可以信任的教練 那 那 我就 去了元朗 怎麼形容元朗的球迷 我想 沒有第二對球的球迷 是這麼好的 我覺得 因為我第一年來到 元朗試過十幾場得勝 但他們都沒有放棄我們 都是每一場 很力竭聲勢地 幫我們打氣 所以 我覺得 這班球迷 真的很好 開櫃之前 我真的跟自己說 希望 證明到 給別人看我們 踢球的風格 不只是跑 撞 撞 就可以 我們想 用 比較用球 全球走位的足球 告訴別人 我們這套方法都可以 穿起香港隊的球衣 從小到大 都是我的夢想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都會帶我去看 賀水杯 我覺得 看香港隊比賽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 換衣服下去 現在可以做到 雖然是B隊 但是 都會開心 但是 希望可以緊上一層 我記得 我十八歲那年 第一年 踢 職業足球 在東方 很幸運 去了 港聯 這隊球 踢賀水杯 我記得 那時候 他選了四個年輕球員 我是其中一個 因為賀水杯 真的挺多人看 那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緊張 和很害怕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在那麼多人面前 踢球 雖然沒有出場 但是 我也很害怕 落到場 不知道會怎麼辦 因為我身邊的 全部都是外援 我只不過是一個 十八歲的小朋友 好像 真的 都很緊張 當時那個感覺 是興奮 還是害怕的 一開始是很緊張 很害怕 但是 當你集中回到足球上面 的時候 就會變成 興奮 因為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感受到 踢球是怎樣 原來應該要這樣 又是球迷有移民的時候 請譚樂 直接把球迷有移民出來 好 Lolu想問我 變黑還是變白 我當然想變白 因為 我從小到大都是黑面蚊 我都想試試看 是甚麼感覺 Light Pack Code 問我把自己定位 做甚麼球員 嗯 做甚麼球員 其實我如果自己小時候 我的目標當然是想做 大港腳 代表香港一線球員 雖然我現在未做到 我的目標也是向著這個進發 我現在暫時我覺得 都叫做香港D隊的球員 做定位 香港二、三線 住南區每天去元朗 練波是否辛苦 其實我一開始 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 我現在踢來第三年 我都有點習慣了 我一開始 其實不太接受到自己 按完元聯波 因為我真的很少入元朗 因為自己本身住港島區 我真的很少去元朗 除了進去踢球 我很少進去 但是現在都習慣了 那南區有沒有找你 南區 沒有 暫時沒有 有沒有大球會找過我 怎樣為止大球會 東方、南方、劫志那些 都有的 我一開始踢完東方之後 其實我原本可能 不是去公民的 可能去潔志 但是考慮到出場機會 所以最後就去了公民 黃海最開心是 效力哪一隊球隊的時間 如果我選擇 如果我選擇 我會選擇 以前公民和去年元朗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踢公民的時候 我還是很年輕的球員 大家對我都很照顧 我是好像一個小朋友 大家庭裡面的一個小朋友 全部人都很照顧我 很看我 去到去年元朗 可能我比較是 因為他們其他平均年齡 比較年輕 我可能已經是年紀大的一個 我感覺就是 要做好一些榜樣 還有去年一個感覺就是 整隊球很團結 大家都是為了證明自己 很團結地去踢每一場比賽 我們期待譚樂堅 你之後的表演 要上一場了 希望 好 今天很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